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了一根实体非常大的一根大阳线 那么大阳线仍然处在一个200天均线以下 那么这个200天均线的阻力位就是12,570点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知道前一阶段大盘下跌的时候 在200天均线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 那么可以说如果大盘接着上扬的话 那么这个200天均线的阻力呢 似乎也不会起到任何的一个作用 那么从而我们除去200天均线这个阻力 剩下的就是一个头肩顶形态的一个阻线 这个阻力呢就是12,770点 我们可以关注明天的大盘是否有一个反弹的一个连续性 而且关注这个头肩顶这阻线阻力 是不是已经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阻力作用 如果说这个阻力一旦突破不去 突破不上去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头肩顶跌破阻线一个回抽的一个行情 那么整个后势呢还将继续的向下回调 我们看一下图二 图二呢是道指的周线图 那么从整个这个周线图大级别的趋势上来看呢 我们仍然在一个上升的一个矩形通道内 目前的话呢在55天均线 这是周线级别的55天均线和布林通道的底部呢 出现了一个支撑 那么可以说短线上如果这个反弹连续 整个这个大盘呢 仍然是在一个大型的一个小局部的一个矩形的区间内上下进行一个一个震动 那么我们所遇到的主力位呢就是布林通道的一个中线 我们看一下图三 图三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美元指数呢出现了一轮下跌的一个行情 从而在某方面也推动了股市的一个上涨 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这个美元指数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高点 就是8787块87元81.77这个点位的这个主力 如果说继续突破的话可以说对日后的大盘呢起到一定的承压作用 那么今天我的题目呢就是报复性的一个反弹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呢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 涨幅达到2% 原因呢在于苹果电脑代号叫AAPL 还有谷歌GOOG这两只股票呢出现了一轮非常可观的一个报复性的上反弹 苹果电脑呢从200天均线一直反弹到今天的收盘点位 那么是560亿元就是55天均线可以说反弹的是一步到位 当日的涨幅呢达到了5.8% 那么今天的比较弱势的股票呢就是我们上周五 大家所期盼的Facebook上市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呢今天又跌了10.3%左右 那么收盘呢已经跌破了中星期五的发行价38元 可以说整个市场对这只股票的价值呢 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心理所能接受的这个价值 可以说对于一个IPO来讲 要么它开盘先做底 要么它开盘以后先做底 那么我们继续可以关注这只股票 在一段时间内看它能不能把这个底部做完 然后再看整个市场对于这个股票的这个人气 到底有没有一个发生一个纸质的变化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巨金华尔街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